各位好 这里是热心话 这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总觉得这假期短 家头去尾能踏实玩的没几天 这个假期 大家又都出不去远门 可就算在家附近 那也得出去转转 我就准备自驾 开车到附近玩两天 您除了查查这攻略 看看附近有啥好玩的以外 还有一件事您一定得注意 那就是车 这自驾嘛 一怕抛锚 二怕爆胎 在专家的眼里 我们汽车上轮胎的隐患这么多 那普通司机能感觉到这些隐患吗 您知道怎么检查这个轮胎吗 4S店不应该会检查吗 您知道应该多久换一下吗 不知道 这个问题不知道 您平时会检查轮胎吗 最多轮胎扁的时候会看一看 其他的时候不会 您知道这气压一般多少吗 车轮胎的气压 不清楚 那您知道胎压一般是再多少左右吗 这个我知道不大多 我们普通人对于轮胎的关注还真不太多 那专家都看出了哪些隐患呢 你看这套胎啊 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气压是严重的不足了 实际来讲气压不足的话 轮胎这个胎侧部分 行面量会非常大 行面量量大了以后 它升热会很高 这样的话其实 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很容易引起爆胎 就在王军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这辆车的车主也回来了 这就开过去 慢车开过去 但我跟你说这样的话 那个胎基本就是爆肺了 因为啥 你没有气压的情况下 这个轮胎碾压之后 整个胎侧部分 那个连线就没断了 你可能记得开一公里 这个胎基本就爆肺了 因为这条轮胎已经完全漏气 所以车主已经发觉 索性及时处理 但如果车主粗心 不仔细检查的话 可能根本发现不了 不光是私家车主 对轮胎的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网约车也有轮胎的隐患 很多车的轮胎都面临老化的问题 每条轮胎的花纹沟底部 都有磨耗标志 是表明轮胎胎面磨损 已到极限的标志 一般情况下 轮胎的使用寿命是4到5年 胎纹沟槽不能小于1.6毫米 很多司机的不良驾驶习惯 对轮胎的伤害很大 这应该不小心凑马路牙子上了 你看整个这个痕迹都很严重 尤其这块是非常严重的 你的驾驶习惯来讲 还会造成这种外伤的加重 那这样的话就更危险了 实际上 尤其你这车有的时候 我觉得速度还很快 这个位置好像有点问题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因为我一摸非常明显 它是一个有点鼓包了 鼓包是最严重的问题 它直接如果完全的 就是连线断裂之后就是爆胎 但是这种是属于前期 前期刚断裂 可能部分连部已经开始撕裂 尤其可能在高温下 或者在突然间再过一个坑 或者什么地方 对它在二次伤害的时候 可能一下就爆了 为了验证有隐患的轮胎 到底有多容易爆胎 我们专门来到了实验室 实验人员设置两个轮胎 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 在机器上转动 模拟轮胎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的状态 20分钟后 鼓包的轮胎发生了爆胎 而没有鼓包的轮胎 还在继续行驶 刚才我们这个这条轮胎 因为胎间的地方有一个鼓包 在我们这个轮胎 高速行驶的时候 鼓包的地方 首先漏气 然后这种低气压行驶 在胎间那个地方 产生了很多的热量 然后我们再继续行驶的话 整个胎管就会全脱落下来 就像现在这样 那要是遇见另一种常见情况 轮胎亏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状态的轮胎 一个是我们正常的充气压力 大约是250千%左右 这个是标准的 对对对 然后这台呢 就是模拟我们缺细状态下 大约120千%的一个气压 通过这个电脑屏幕 我们左侧这个低气压状态的轮胎 在我们的机床 刚刚开始 一分钟左右 它的这个胎测温度 已经由刚才的三十多度 上升到了现在的55度左右 而且左右两条轮胎 这个胎测温度的差异非常明显 不到15分钟 低气压的轮胎就发生了爆胎 因为我们这个轮胎是一个低气压行驶状态 在低气压行驶的时候呢 像我们这个胎肩部位啊 是整个轮胎硬力最集中的地方 硬力最集中的地方呢 它升热比较多 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胎连线断裂 突然产生了一种爆胎 如果我们车辆行驶的时候 产生了这种爆胎呢 我们整个车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横向 或者是一个纵向的滑移 尤其是在前轮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生我们这个翻车 导致我们非常大的这个交通安全事故 试验人员还将低气压轮胎 与标准气压轮胎进行耐撞机测试 它耐撞机其实是它模拟的呢 就是在轮胎就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你撞向了这一些比较特殊的 就是正常说的马路边 有没有鼓包 这个可以说感觉一下 就是这些很大的一个包 这是一起初我们订阅的三个点 可以看出来 像是1.96的一个鼓包 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测量结果 在同样撞了四次的情况下 标准气压的状态并没有发生鼓包 基本上是0.07的样子 基本上是等于0的 接下来我们还想了解 轮胎老化又有什么危险呢 试验人员为我们找来了一条 已经使用了五年的轮胎 这条轮胎它虽然使用的年限比较长 但它每年行驶的里程并不长 看我们的这个花纹沟山大约还有 六七毫米左右 但是就是它没怎么用过这轮胎 也得换是吗 只要到了这个五年 或者这个到了年 是我们一般的建议是五年左右 因为时间长了之后 冬天夏天 包括这种阳光的照射 会让这种笑胶产生这种 规略的裂纹老化 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 老化的轮胎有什么问题 实验人员对轮胎进行了切割 截取了一个断面 然后通过割取断面 我们就能看到 这些裂纹的深度已经非常深了 已经伸到我们轮胎的 这个带入层的部位来 这个花纹沟碰到了 这个白色的这一层线 是我们的一个灌带层 尼龙灌带层 如果伸到这个地方 我们平常行驶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种油污 会有一些水 或者氧气 都会渗入到里边 然后让我们这个轮胎 在这个部位产生一些 局部的这种小裂纹 然后这个小裂纹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会造成我们轮胎 在这个区域产生一种脱层 通过试验我们可以看到 轮胎的压力破损骨包 都有可能引发爆胎 所以您在平时 也得多注意轮胎